那首先我们必须创立一个工商的账号 那在这里可以设定英文加数字的账号自由设定 那接下来输入手机号码 必须包含国码 输入手机号码后呢 可以点选获取验证码 就会在你上方设定的这只手机收到简讯 那照着简讯提供的验证码输入 那再来设定密码 重复输入两次 这边点选以阅读并接受 供应商注册 就完成注册了 那在云立创新平台这边进行审核 就可以使用后台的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云立后台管理系统 这边可以切换中文和英文的界面 那这边就是输入账号 以及您的密码 再输入验证码 就可以进行登录 初次登录 可以先在这里 点选下三角形 进行个人的资讯和公司的资讯确认 以及修改 那在个人的信息这边 可以看到手机号码 可以看到手机号码邮箱性别 那也可以进行修改您的登录密码 在公司信息的部分 我们可以上传公司的logo 公司地址网址的一些基本的设定 那简数这边是需要100字 会出现在网站的前端 那公司介绍的部分是一个编辑器 可以有文字图片 等等的设置 那完成设置后 请按保存 谢谢大家